行为在出现 也不是说不刷 这个东西 你不好讲 就跟人一样 我以前认识个产品主播 刷了不少 到我没刷的时候 进去他直播店都不欢迎我了 那都不能吧 一般 以前 没以前上头了 对 现在讲白一点 现在就是 哎呀 纯纯的真的是图个乐呵 图个乐 图个乐呵 再说了 现在玩也玩不出以前那种感觉了 这个东西就跟谈恋爱一样 初恋 你谈初恋 跟谈第一个对象 跟谈第二个对象 谈第二个对象 跟谈第三个对象 慢慢的 你已经明白了 目的 对吧 就是为了睡觉 不是 就是为了这个 对吧 你说再多的喜欢 真的是 不适合有什么用 不适合再喜欢也没有用 还正常 这个很正常 咋回事 可以搭个安排马甲 明人哥吗 明人哥有马甲呀 你说给这个雨泽吗 给雨泽吗 哎呀 安排一个吧 安排一个吧 牛都吹那么半天了 安排一个 安排一个 一个东北的 很简单 我觉得说像这个你像我这直播间啊 你谈过对象 你吹什么 瓦斯打比喻呀 啊 以前六个一个月好几万 现在一个月都不怎么上 对呀 六个那会儿 我就知道啊 那会儿 你们没事老一起到处 去别 就是说有时候得小碗那玩 完了以后 有时候去别的直播间 几个人一起去玩啊 去开个麦 那会天呀 慢慢的 哎呀 都很正常 没有说 一直一直一直的 这个很正常 这是我 啊 这 这是我 个大哥卡马甲 这是我个大哥卡马甲 哪个是你的大哥卡马甲 好像你这个马甲都是免费卡的 牛的 还有 我打个比喻 你打比喻 比喻谁 我比喻 比喻你们 比喻你们 打比喻你们 当刚谈第一个对象的时候 又捧着他 又捧着他 又爱他 所有的东西都想给他 完全没有考虑过自己 就只要他过得好 你们开心 他要这个买 要那个买 对吧 最后分手了 难过的还是你自己 然后第二次你谈对象的时候 你也爱他 你也尽量他要的你都给他 当你谈到第三个的时候 他妈的 他只想从 我哥是个大哥 我哥 你说我拒绝马甲吗 他拒绝马甲 卡一个 就这么个事吗 就是比喻 当然了 我没谈过对象 我说实话 就是现在你们给我谈对象 说阿狗反而要找一个女的 他不图你这不图那的 说实话兄们 我现在要谈个对象 他要是就说他要的东西 我能买得起 我绝对都会买给他 这么撒谎 这个就是人嘛 就是 永远都得去自己经历 就好比我来家给这帮哥们说 哎呀 我说 好哥哥们 你电脑上的吗 我手机上的 我说哥哥们 你们少刷点 我说玩互联网不要上头 就是哪怕自己再喜欢的主播 咱说实话也要顾着自己 我前脚刚说完 大概我我懂 我明白 回头咱说实话 怎么好的在那直播间跟人家聊起来的 你小姑娘 几句话 跟你说的嘎嘎上头 刷眼的就大哥简单比你微信里面 对吧 有两万块钱 你这两万块钱是这个月 自己的开支各种用的 可能你两天时间全给他刷了 对不对 就这么 要不 哎呦 大哥都是都是爷们 他们我俩谈我 我啥也不能给你买 啥也不能给你买 我也更不能给你 我也更不能给你 给不了给不了 都是爷们 咱说实话 没有那种没有那种癖好 咱说实话 接受不了 我上回我在重庆的时候 我上回我在重庆 重庆 你们都知道重庆比较出名就是小面 有一天是邻车4点钟